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0月12日 如果大家還沒訂閱小弟這個頻道 請盡快訂閱和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大家就不會再錯過小弟分享出來的視頻和直播了 如果大家是喜歡這次的一段影片的 請大家幫忙點讚留言和將它分享出去 希望有更加多人可以看到這段影片 我們今天這個日子比較特別 小弟正在錄影的時候是身處在8號風球當中的 其實今天8號風球雖然沒有辦法讓我們多一天假期 但是起碼有得早放一點點 也算是某程度上碎了一些打工仔的心願 我們看到這次的颱風名叫懸規 看見英文叫做Compassus 小弟一見這個名字 第一件事第一個感覺就是這個好像是一個日文名 還有一些網上的資料搜集就發現原來這個感覺是沒有錯的 我們看看2020年熱帶氣旋名稱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國家地區都是提出了 他們自己的名稱的選擇 每個國家地區有10個的 有柬埔寨 中國 朝鮮 我們香港 有日本 而懸規就是日本10個提出來的名字的其中一個 小弟以為這個是來自文具 其實就不是的 他這個命名其實來自一個叫做懸規星座 是一個V型的星座 其實跟文具都有些關係 因為他的星座的樣子就像懸規 但是小弟覺得很奇怪 Compass其實在英文來說 除了代表懸規之外 也可以代表指南針 羅盤 但是為什麼一定要叫做懸規呢 真是不太明白 其實這件事小弟覺得挺有趣 因為小弟小時候 其實我們叫颱風就稱呼他為封者 為什麼稱呼他為封者呢 就是因為最初香港只用女性的名字去命名台風 其實這件事是何時變呢 我們可以看看這份報章 訪問一下林超英先生 林超英先生有解釋到 其實整個命名是何時改變的 由1952年開始 就是香港採用了駐關島的美軍 制定的熱帶氣旋的名字 當時清一色全部是女性名字 所以我們在香港叫颱風叫封者 因為是女的名字 或者是姐姐 而香港第一個有紀錄的封者 就是1952年的洛南 之後從70年代開始 美國就開始重視男女平等了 所以從1979年起 香港的封名也開始男女國一半 當然大家很記得的就是溫代 男子名叫約克在香港相當出名 但是現在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古靈精怪的名字呢 就是因為林先生 他在1997年的時候 向世界氣象組織颱風委員會提出 改用了亞洲這一大地區 國家地區提議的封名 然後最後就得到通過 而且在2000年的時候就正式實行 總共14個國家 每天每個國家就建議10個名 然後就輪流使用 這個就是源自今日都在用的系統 其實颱風大家經歷得多了 到底颱風是怎麼產生的呢 其實颱風是很有趣的 這個是因為地球自尊 和一些很簡單的水的形態的改變 而造成一個能量的循環 而這個循環是製造了一個 我們叫做positiv feedback 就是會令到它越來越勁 就是每一個變化 就是會將它推向更加極端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看 原理是怎麼樣呢 就是當海水受熱的時候 水氣就會向上升 但是大家知道如果去到高空 高空的溫度就會冷的 所以水氣就會在高空變回水滴 在這個冷凝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氣化熱的釋放 那個熱能就會有一部分變成動能 這些動能就推動了 和水氣走在一起的空氣 所以如果這個熱能的釋放是越大的話 其實那些氣流的速度就會越快 那大家知道如果我們地上有灘水的話 我們用風扇吹它水會乾得快一點 那其實風是有助於水的蒸發的 所以如果它的風速是越快的話 水的蒸發也越快 那就將更加多的水氣帶到高空 然後更加多的氣化熱釋放了出來 就是這個循環的作用 就是令到風速是越來越快的 那所以大家如果看到颱風 颱風是什麽情況會增強呢 就是當颱風在海面上面經過的時候 它就會慢慢增強 因為海面除了可以提供到大量的水氣之外 也都是可以提供一個比較高的溫度 因為海面本身它反射太陽的熱能 反射得比較弱的 因為顏色比較深一些 所以如果當它去到陸地的時候 大部份的熱能都是反射回到太空 其實那個地面的熱能 就相對來說沒有海洋的熱能 存得那麼多的 那所以當它經過海洋的時候 一路就吸水熱能 而且吸水水氣 就會令到它整個過程 令到它的風速是越來越快 範圍越來越大 那麼我們就看到颱風是成長了 那其實呢 為什麽呢 每次呢 當它一登陸了 去到陸地的時候呢 颱風就會慢慢開始減弱呢 其實這個原理呢 跟這個新城的原理是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剛剛相反 海洋可以給它動力 但是呢 如果陸地的話呢 它又沒有水氣 又沒有熱能的支持呢 我們就見到呢 它那個 我們就見到呢 它那個 那個新城的力量沒有了呢 那調回到最後來說呢 因為它的風是一直在捲著的 那所以呢 就會見到呢 它的能量呢 就會慢慢地消散了 那看到它是越來越小 到最後呢 就甚至是全部沒有了 那其實呢 這一個呢 就是颱風的一個 簡單的生命周期 那其實呢 最近這幾天呢 又發生了 一個小故事 那這個小故事呢 至少你覺得多有趣呢 那今天跟大家呢 在颱風天談颱風的時間呢 就拿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那這個是10月12號的 那就是今天啦 那今天呢 就是天文台呢 就宣佈了 說下午4至6點 才會掛掛這個8號波的 那很多人都說 天文台呢 要考慮等股市收市 那所以呢 才這樣掛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因為呢 就是我們對上的那個獅子山啦 那也都是呢 避開了股市收市呢 才掛8號波的 那所以現在有人就質疑啦 喂 天文台是商務部 旗下的喔 那呢 我們呢 就可以看到 是這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旗下的 那所以有人就質疑呢 邱藤華局長呢 就是因為經濟的原因呢 所以呢 就阻礙了天文台決定掛8號波 然後呢 邱藤華局長出來呢 就說 沒有參與天文台的決定 而且天文台的決定是純科學的 就沒有涉及經濟的因素 就是一個這樣的新聞 那所以今天呢 又是避開股市的時間 才掛8號風球呢 就很多人拿回這件事出來說了 那其實呢 也有趣喔 這一份報章呢 就做了一個統計 就是將之前呢 回歸之後呢 天文台連上今天呢 總共40次 是發出了8號風球 那在這40次裏面呢 原來呢 影響股市的呢 有超過一半那麼多的 那如果是有一半影響股市 當然啦 我們呢 沒有經過一個 很精密的計算 因為呢 照計呢 如果由劃研率去做精密計算的話呢 那出來的結果呢 應該呢 是更加準確 但是呢 我們只是看到呢 如果有40次裏面 有23次呢 都有影響到股市的交易時段的話呢 那似乎政府呢 就應該呢 是沒有受到股市的收市時間 影響掛風球的 那為什麼呢 香港人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 因為有期望 自然有失望 有失望 自然就有想法 那有想法呢 這些想法 日積月來的情況下呢 就會慢慢呢 就形成一個固有的立場 而這個立場呢 就影響之後的想法了 其實簡單來說是怎樣呢 就是因為呢 打工仔 老實說 都很想放一日假 或者半日假的嘛 那所以呢 就很希望呢 在這個呢 工作時間裏面呢 就可以掛到 如果是要掛風球的話呢 就希望在工作時間裏面掛風球的 那如果當呢 在工作時間裏面掛不到風球的話呢 其實那種失望的情緒呢 就會將這個感覺放大 那我們呢 就會很記得那一次了 那這些失望的情緒呢 當它呢 一次又一次呢 記憶慢慢累積的時候呢 我就會覺得 很多時候 打颱風的時間呢 都不是工作時間來的 那慢慢呢 就會有一種這樣的想法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呢 對某些事物有某種想法的話呢 其實最好的方法 都是呢 拿回整個數據出來看 那其實有數據呢 我們分析過之後呢 就可以看看 到底我們的想法 是不是真的 那其實 真是也都很老實講句 對呀 作為一個打工仔的話 有誰不想放到日假 那雖然呢 我們理性方面 我們知道呢 其實沒有這件這樣的事的 但是呢 到下次 又是在 收了市之後 才掛八號風球呢 我相信呢 同樣罵回這句對白的人呢 都應該相當多的 那其實呢 就是因為看到呢 這份報章呢 它的統計 那小弟呢 也都是上網呢 就找了呢 二戰之後呢 香港八號列風物部封信號 去發布紀錄 然後呢 就發現了一個呢 非常有趣的現象 那其實這個有趣的現象呢 我們呢 在這裏都可以看到的 例如呢 這次呢 今天我們打這個風 我們叫做圓規 那原來呢 原來呢 圓規掛八號風球呢 不是今年第一次 因為呢 原來呢 我們看回2004年7月16日呢 17年前的7月份呢 其實圓規也是襲擊過香港 當時都是掛八號風球的 而且呢 他掛的時間呢 是只有短短的八個小時的 那其實算一算的話 唉 真的呢 可能明天清晨呢 就下波 其實小弟都不是很想的 老實說 那但是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圓規呢 原來不是第一次探訪香港了 那當然啦 17年前的圓規 和今年的圓規 不是同一個風來的 但是同名這件事呢 是真的挺有趣的 那如果我們看回呢 過往的紀錄呢 另外一件事 小弟覺得是非常之特別的 這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呢 我們這次這兩個八號風球呢 其實呢 是來得相當之接近了 因為上一個八號風球呢 我們呢 就是10月9號呢 掛八號風球的 那只不過短短三日時間 有另外一個風來到 而且呢 這個風也是同樣掛八號風球呢 可以說是一個香港的紀錄 那但是呢 這個紀錄呢 其實呢 都有很多很接近的例子的 例如我們看一下呢 早在1948年呢 就是這個呢 剛剛呢 抗日結束沒有多久了 那其實呢 它7月22號掛過一次八號風球 5日之後呢 又再掛另外一次八號風球 那如果呢 我們再看看呢 1964年 1964年呢 其實就在這個9月5號 和9月10號呢 也是短短5日時間呢 都是掛過兩次八號球的 1966年呢 就在這個7月13日 或者7月14日 只不過是相隔4日的時間 也都是掛過兩次八號球 那但是這次呢 絕對是一個紀錄 因為這次呢 只是相差3日而已 那這個紀錄呢 只是之前在1978年呢 有一個另外一個情況呢 是有同樣這樣的情況 那就是1978年的時間 但是呢 我們呢 看到這個呢 叫艾尼斯的強烈熱帶風暴呢 就是7月26號 和7月29號呢 也都是相隔3日時間呢 它呢 就翻兜襲擊回香港的 那1978年的時間 那但是呢 那這次呢 就是兩個不同的颱風 1978年7月份呢 就是同一個颱風 就是3日之內掛了兩次八號風球 這次呢 就是兩個不同的颱風 3日之內掛了兩次八號風球 那所以呢 各自各都是自己的紀錄 那現在呢 現在已經是去到10月12號了 那其實今年還會不會打風呢 我們呢 打公仔們 希望呢 再因為颱風而放假 是不是絕望呢 其實原來看到呢 還沒有絕望的 因為呢 我們看回呢 1972年的時間呢 波麥拉 這位颱風 這位強颱風呢 其實他是11月8號 至9號呢 才是呢 是襲擊香港的 那就是說 到上一月初 都有機會呢 因為颱風而放假的 那如果是講到呢 最早呢 有 有 因為颱風 而放風球假呢 就應該是 數到去1999年 5月2號 就已經是那年的第一次打風 那就是說呢 其實最早去到5月份呢 已經是可以有風打的了 那所以呢 其實香港的風季 看來都叫相當長 5、6、7、8、9、10、11 那其實4月份呢 紀錄中呢 就是沒有打過風的 那另外呢 就是剛才說到呢 1972年11月8號呢 現在這個呢 這個呢 叫做 波麥拉的這個風呢 就是 11月8號至9號 是紀錄中呢 最遲 在那一年裏面呢 最遲 打來香港 掛8號風球的台風 那其實呢 那其實呢 也都是很有趣的 正如呢 原規 在17年之內 都是第二次造訪香港 掛8號風球 其實波麥拉呢 都是呢 打過來香港 掛了8號風球兩次的 一次是1972年 另外一次呢 其實是1954年 1954年呢 也是波麥拉 他呢 也都是在香港呢 甚至是打了9號球 那他呢 但是很有趣的 這個風呢 叫得這個名字呢 兩次打過來香港呢 掛8號風球以上呢 都是11月份的 那看來呢 波麥拉小姐呢 她造訪香港的時間呢 是傾向中意比較遲的 那希望呢 那希望呢 這次呢 分享這些這樣的資訊呢 可以作為呢 大家在台風天裏面 一些點絕 那希望呢 那大家呢 今晚呢 可以過得非常之安樂 明天早點起床上班 真是很可憐 小弟覺得自己很可憐 那麽呢 就明天早點起床上班 那最緊要呢 就是台風的時間呢 我們在這裏做好防風的措施 那麽呢 那麽呢 就希望呢 大家呢 就不要好像某些小朋友那樣呢 在台風天呢 就四處走 甚至呢 那麽呢 就去追風一下那麽呢 那麽呢 那麽呢 因為呢 如果在台風天裏面 發生了什麽事呢 其實呢 會累到呢 我們的紀錄部隊 因為有很多紀錄部隊 其實在台風天呢 他們都是要繼續當值的 那麽會累到他們呢 特別多了事做 而且令到他們都會有危險的 那希望呢 大家保護好自己的安全 亦都可以保護好 一路保障我 一路維護著香港秩序的紀律部隊人員的安全 這樣就最好了 好 這次就分享到這裡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覺得裡面的內容是多麼有趣的話 希望大家都將它分享出去 因為可能有很多人因為打風的關係 他都覺得很悶 呆了在家裡 可以讓他們看到一些有趣的資訊 我們下一次 下一個話題再談過